小琉球海邊堤防上一對男女在拍網美照 男友蹲著拿手機女友在想要擺什麼姿勢 但海浪越來越大甚至已經要高過堤防 他們似乎沒有看到 女生只要雙手高舉擺好姿勢 結果兩層樓高的海浪從天而降猛力一捲 女子根本無法承受海浪的衝力 兩槍好幾步直接扑倒在堤防上 全身濕透就差一點點要被捲入海中 事情發生在小琉球海災口 4號上午目擊者拍下這段警顯畫面 由於受到颱風過境影響 小琉球海邊打風大浪 加上正值滿潮 遊客不知道躲開甚至覺得刺激有趣 當地人看起來簡直在玩命 影片PO上網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有人說這種行為真的很危險 一點危機意識都沒有 甚至還有人說 不能讓小琉球的救護車好好休息一天嗎 大風大雨又大浪 情侶搏命拍照 雖然運氣好 只被衝倒在堤防 但是為了美照拿命去賭 真的很不值得 記者張春華李承諺屏東報導